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财富指挥官 财富掌停板 而且是三月份的第一天 请各位一定要好好把握 我给各位的关键日期 2月24号 我给各位的关键资讯 因为做股票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要能够成功的进攻 各位来看一下 我相信大概全台湾的分析师 没有人有办法给你解释 谁要财富TS05解盲成功 将来抢工这个所谓商机 你说老师这样的一个新闻 到底是要做什么 结果呢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们只问各位一件事 228嫁及以前 我有没有跟你讲太福 228假期以前 我有没有跟你讲浩鼎 我要说浩鼎是可以买得到的 等一下我们来讲 浩鼎大家比较熟 等一下我慢慢说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只认为说 浩鼎是因为张念慈和翁启会宣判无罪 我跟你讲绝对不只这样而已 因为你都不看黄老师写给你的东西 你都不看黄老师写给你的东西 你现在打电话来 我们公司还是会提供 这是我的一个出版品 也算是我在去年 特别是生计股大标的时候 留下来非常让各位充实知识的地方 我说股票市场里面本来就有水泥股 本来就有钢铁股 本来就有航运股 本来就有电子股 本来就有生计股 结果你说生计股我不懂 我就不要管它了 钢铁股我也不要管它了 航运股不懂 结果今年航运股 哇一开始飙翻了 等到你最近才追上去的时候 你看到没有 股票市场谁先准备好谁就赢 谁先准备好的人 都是成功准备好的人 所以今天我先跟各位讲好的好不好 我想坏的我们等一下再说了 人生一定要有一次避开下跌 这是用连续性的标题 这是用连续性的标题在这边 注意假突破电子 我们先来讲好的 各位注意 那么假如你等一下思考的重点 是发现说 的确生计股要好好学习的话 那我就认为说 你可以来跟指挥官 因为 像这样子包含我的DVD 也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出版 因为别的老师也写不出这个东西 各位注意 这一整段的新闻 你一定要认识好几个 第一个什么叫相似药 哇糟了 不知道 第二个什么叫做贺癌瓶 可能你也不知道 第三个可能是治疗乳癌 第四个是三十亿商机 这几个数字你一定要先看懂 当然美国FDA这个你一定要大概知道 什么叫解盲 你大概心里头已经有一点观念了 亲爱的投资朋友 里面有没有记载 各位看到没有 全球前十大药品销售额 第四名叫做贺癌瓶 全球销售额71亿美金 看到没有 写这些 第一名是什么第二名是什么 你这些一定要能够知道 那么还包含了这里面 什么叫做相似药呢 我也写得非常好 我现在简单的跟各位讲 相似这两个字总认识吧 学名药就是学那个原厂药 相似药就是做出来 非常类似原厂药物 而且注意哦 它是用自然的天然的动植物 而不是用化学的 用天然动植物跟基因 还有蛋白质的方式 去做出来的药物才能到这个水准 那么这些相似药 由于它是来自于所谓蛋白质基因 还有所谓天然性质的东西呢 基本上它真正的一个 效果呢 非常非常接近 这个所谓原厂药 而不是用这种 化学合成的原料药 这是第一个重点 所以它其实呢 卖出来价钱是很贵的 知道吗 第二个 太福当然大家知道 太福啊 还有浩鼎 还有中玉三个呢 都是所谓的 润泰集团的三兄弟啊 第三个叫做贺癌平啊 那贺癌平刚才各位看到 里面有71亿的商机 现在有30亿啊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成功的话 我要去抢这30亿的商机啊 现在有投资朋友 然后既然要去抢他的话 那他要涨到多少钱了 你说老师 那都涨上去了 该怎么办呢 我说啊 第一个要涨到多少钱 你要来问我 他未必真的能够涨到 但是既然话已经告诉你了 那既然他未来有这个市场 既然他未来有这个市场的时候 他就不会跌破 某一个所谓基础点 甚至将来有一天 可能又点火又上去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之前我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我说这一次电子股再厉害 白尺干头更进一步 很难 为什么台积电上不去 对不对 我说台积电 他已经满载又满载了 你现在是要叫他安装啊 他现在剩下的人都去 都去抬水了 都没水了啊 他能做的全部都做了啊 户国神山 你也不能天天都叫他做事情啊 对吧 我说有些股票已经涨上天了 白尺干头更进一步 很难 等一下我们就要来讲 很难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 假突破 假突破干嘛 让你套牢 套牢之后 重新整理筹码才有可能再重来 也许是在这里 不不不 那个2330 也许是在这里 也许在这里啊 也许在这个平台破了啊 总之要有停损量出来 但是买在上面的 现在真的很麻烦 但是买在下面的呢 买在下面的呢 哇 买在下面的呢 随时你可以卖耶 买在下面的呢 这各位看到没有 注意哦 我都一定在底部代理布局 我一定在底部代理布局 这总在下面吧 这是今天的日期 我很敢跟你保证 下一档底部新鸟股 所以资金在所谓的电子股 一旦没有办法做的时候 台湾最厉害的 那么最厉害的人不是去当 所谓的台积电的员工 或是所谓的工程师 最厉害的人就是当医生嘛 我这样讲没有错吧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 做股票呢 你记得一件事情 一定要怎样 环顾所有的股票 甚至呢 那么也要看世界的局势 你不能老是说我只会要做电子股 什么其他的我都不会 我告诉你一件事 你如果只会做电子股的人啊 有些老师说 你看我坚持做电子股 那你就问他一件事 去年武汉肺炎的时候 你是在做啥 你只做电子股 这边跌三千多点 根本看不到未来啊 你说老师 现在股市来到一万六千点 对不起 你在一万点早就断头了 你要怎么看的 是吗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我说要看世界局势 我说请各位留意一件事情 这一次来讲的话 有些讯号已经出现了 而且台美两边啊 台湾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台积电 暂时上不去 所以这地方是个很重要的压力 在美国自由过渡了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特斯拉跑去买比特币 哪有这个 这个四个字叫不务正业啊 你要是好好做你的电动车 我投资你啊 你投资比特币 万一哪一天 不要太多啊 比特币从四万 从五万好了 现在是五万多嘛 五万多跌到四万多 现在是这样吧 再跌到三万多 你要损失多少钱 你特斯拉又不是赚钱的公司啊 是不是 我是不是这样告诉你 所以其实今天你所看到的 台北股市为什么开高走低 甚至整个亚洲股市 为什么开高走低 都在预告说 未来的美国股市真的不稳定 因为被谁搞乱了 被他弄乱了 是不是我讲了台积电的拉回 马斯克胡言乱语 水不够 中国大陆茅台一个炒到两百块钱的 箱子耶 纸箱子茅台炒到两百块钱 来 摄影师照进来一下 照进来一下 摄影师哈喽 卡住了是不是 这个台积电拉回水不够 马斯克胡言乱语 中国茅台纸箱哦 一个箱子炒到两千两百块 2月24号就跟你说 我说好学生你也不能逼他 你说好学生你想办法多做一点 我说不可能他最多只能做出这个 现在是不是有人在讲笑话说 买台积电的晶片 那你要先买五斤凤梨我才要卖你 是不是这样子 五顿的凤梨我才要卖你 是不是 所以我说过各位啊 像这种讯号出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到说 你可能是在这里买进的 你是个啦啦队啊 所以有很多分析师的指令 根本就是啦啦队 而不是球员 你今天看出来了 我可以告诉各位一件事 今天已经有感觉了 明天我认为这个行情里面 我说过纳斯达克是挑战这边 小心啊 先这个数字不保 因为假如我们又加了一些分数上去 假如我们的护盘基金 或者是有什么 所以股票我做多 但是我要选择好的地方做多啊 我带你再做多的时候多快乐啊 问题是别人带你做多的时候 有没有这么快乐 你等一下想想看 等一下我们再跟各位讲一次 你看喔 如果过完年之后你才开始去喊 不得了一直喊涨价 股价都不动 哪一个先 从这个好不好 国具晶片电阻 我说这个量已经不出来了 股价再高档量不出来的话 那叫假突破 各位知道吗 假突破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不管怎么开高就掉下来 这叫假突破 还有人跟你讲说 哎呀IC设计啊有多好啊 反正我坚持做多 你坚持做多是你的事 问题是你的会员怎么办啊 一样的道理 我要坚持做多是这边坚持做多 这边大家都不敢做多的时候 我坚持做多 那么泰服大家不敢做多 我坚持做多 高端疫苗没人敢做多 我坚持做多 这才叫做坚持做多嘛 你等那个股票涨到上去说 我坚持做多 这下来这谁不会讲 台积电我坚持做多 这谁不会讲 有本事 有本事你至少要四百五十块 或更低的价钱去讲嘛 对不对 今年没有被动元件 什么你一定会后悔 现在有的人最后悔了 看到没有 三万七不见了 有的人最后悔了 四万四不见了 有的人最后悔了 今年没有台积电 还没有台积电的ETF 台积电正是 不好意思说连节目都去讲它 连一些谈话节目都说它很棒 但是再棒的股票 来我讲一件事情 林志玲最棒了 但是有一天他会老啊 所以你买林志玲 可能买到最高的价格了 你知道没有 你可能要买更低更低的 那种刚刚出来的明星 说不定他会爆红啊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一样的道理啊 来我们做个简单的比较一下而已 说实话 真的是非常简单的比较 来 10月29号 去年10月29号 拜登还没当选 我就跟你讲说 四星科你要留意了 其实还有鸿海啦 鸿海最近也还不错 但是鸿海也拉回了 你有没有想过 鸿海在85块钱到125块钱做多 跟125块做多 这中间差多少 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说拜登如果上来的话 对他会很好 对不对 从这张开始来对他 483块钱 对他483块会很好 拜登如果上来的话 一转弯呢 又再来一次也会很好 从这个多少 650块钱 各位看到没有 211加上351 总共是562块钱的价差 3661的四星科 从这里开始 562块钱的价差 这里坚持做多 那时候大家说 拜登到底会不会当选啊 什么什么 川普回来了 不行你要坚持 这个时候你要坚持 懂我意思了没有 但是你跑到这个地方来坚持的时候 你看我赚了就赶快落跑啊 我就赶快走啦 你看一下啊 来325块钱的时候 这个我只做了一次啊 是325块钱的时候 6531 在这边的时候尽量做多 325在这里哦 在这里 在这里 看到没有 然后续续续续 打到800多块的时候 后来这一次我没做 有人从这个地方开始做 有人从这个地方开始做 人家这个地方做多 我再问各位一件事 你有检视一下你的讯息 到底是拉拉队还是球员 我认为这都叫拉拉队啊 我认为这才叫球员 这叫上面嘛 用简单看这叫下面嘛 下面翘起来跟上面拉回来嘛 上面拉回来嘛 下面翘起来叫做多嘛 上面拉回来不要叫做空好了 至少叫拉回 至少我认为现在是拉回嘛 所以欢迎所有朋友 其实黄敬哲老师 在跟各位谈的 才是真正长远的投资之道 你说我是投资 什么什么生技专家 我只能说 因为你的老师太不够专业 生技是我们其中的一个 就像说2020水泥支付宝典 假如水泥大涨的时候一样 2020房地产支付宝典 你说我是房地产专家 对不起 其实我房地产 我股票都做得非常好 我认为很多房地产专家也是在乱讲 我就直接告诉你就是乱讲两个字 因为他们都是建设公司的老板 会告诉你房子不好吗 有的是专门负责做空的 他会告诉你房地产好吗 平心去看待每一件事情 跟上黄敬哲你才能够全方位守护你自己 各位下一档第一档的新药股 别人都涨上去了 你不选他我也没得选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跟上这档最新的新药股 涨银 涨银 再涨银 而且避开下跌之后 还涨银 涨银 再涨银 这才是你真正需要的投股 黄老师九大标五要领 专挑起掌第一支掌停板 分担活力待进待出 短线保护长线 周周拼价差专线02 2781 0909 2781 0909 市场唯一 生技加科技专家 流水理论超越市场 趋势大师黄老师 当冲阵中时间密码 当冲加波段双向获利 刷在线02 2781 0909 2781 0909 周周请努力 周周拼价差 业绩股 题材股 人气股 涨停涨停 再涨停 运达头顾黄老师 九大标五要领 专挑起掌第一支掌停板 分担活力待进待出 短线保护长线 周周拼价差专线02 2781 0909 2781 0909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罪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剧检或剧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 剧检及剧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连工人 内政部警察署温欣宁 你说老师啊 马斯克是所谓特斯拉的老板 以前是首富 现在不是哦 现在是第二名第三名了 你怎么可以去说他未来呢 那么似乎感觉上不太对劲了 我说过我有证据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股票市场你一定要会看图 才有证据啊 我问各位一件事啊 假设你是不要讲 我们举例好了 但是郭台铭先生别生气啊 假设你是郭台铭董事长 你是关心自己的 鸿海的股价跌了19% 从900块美金 916跌到714块美金 我们现在假设这间公司老板 是我们台湾非常敬重的郭台铭啊 是去关心这件事啊 还是去关心所谓的比特币 以太币还是狗狗币啊 如果有一天郭台铭先生 跑出来跟你讲这个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那鸿海是在做什么呀 鸿海出来不跟你讲电动车 不跟你讲说他要做手机 跑去跟你讲比特币 不觉得很奇怪吗 而且他在讲的时候 虚拟货币大涨冲到5万块 我真的不好意思讲说 今天如果你比特币去买到5万块 你去找他啊 你去找他啊 结果现在你看到没有 谁来找他啊 美国政管会 SEC是美国金管会 来找他啊 说奇怪 你怎么写这个什么狗狗币啊 还说女古神也一起跟他在一起啊 还叫古神 我一直跟你强调说 真正的古神啊 巴菲特这种才是古神啊 哪有突然之间压堆一档股票叫古神 那这到底是怎样的 我相信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你不觉得这中间有问题的话 那我也认为你有问题啦 你不觉得这中间有问题 我也认为你有问题啦 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讲电动车啊 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各位看到没有 手上电动车的股票 韩洪海在内通通卖掉啊 所以你要能进场还能够出场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 我电动车怎么进怎么出 因为今天电动车都普通而已 有一个撑到现在的是不是 叫这个啊 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啊 电动车你到底知不知道怎么进场怎么出场 我今天有一档电动车啊 但是算了不要讲 大同嘛就直接讲 各位看到没有 因为各位看到 我说我股票市场里面什么坚持做多 坚持是我基本的原则 我一定是巴 什么逢低进场 那这时候低档你为什么不来 我不相信 如果我刚才讲的生物相似药叫做太福啊 你听不懂的话 那这个你为什么不来 我不相信全台湾现在有人不认识他了 他可能就打在你身上了 他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应该光是谈话性节目你看那么多医生在讲 都比我还厉害了吧 我只能把你算出说他可以赚多少钱 我只有这点跟医生不一样 医生会开药给你 我是知道多少人要吃这个药 你刚刚没看到吗 我刚刚这本书里面第一件事情是统计 全世界有多少人要吃这个药 这才是重点啊 就跟什么 统计一台电脑里面要有多少台积电的晶片 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这样懂不懂我的意思啊 所以会做电脑的人不一定会做台积电啊 同样的会开药吃的人 不一定知道高端疫苗可以赚多少钱啊 但是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说人生一定要有一个人跟对人做到大波段 甚至从45块6我就开始投资他 我对于他的历史非常清楚 我直接告诉各位一件事 高端疫苗里面所有的人 其实当初啊 基亚就是做疫苗的 高端疫苗本来叫基亚疫苗对不对 是不是有谁去弄一个PI88K他去检查 对不对 所以他本来就是在做疫苗的啊 包含张董事长本来就在做疫苗了 对不对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他本来就很强啊 所以一口气先冲到100 打完大体之后又来冲又来一次了 4.73倍耶 而且涨完了没有 我认为还没有啊 我认为现在因为有很多人还没上车 注意哦 因为很多人在过完年之后 根本没买到 根本没上车 政府受不了他 所以把他限制交易 不能说受不了他 反正政府就喜欢限制交易 限制交易你知道在那边等 但是等下来的时候 哎呦 万一摸到这里 说不定也不错 万一没有摸到这里 说不定也不错啊 这都没人买到耶 这是过年的时候耶 所以没有人买到的价格会回撤 这是非常好的事 因为没有人买到的价格代表怎样 这个回档是没有人耗牢的啊 很少人去买最后一根的啦 我告诉你一件事啊 会去买最后一根的说不定就是那个最厉害的 各位看六五八九的台康生 现在一直在高档整理耶 他也被限制交易啊 有没有看到 国光森这样加起来多少了 七只加四只加三只 十四只涨停板 各位看一下来 我那个时候就跟你讲说 哎他们来了 疫苗股一旦动的话 这是生技股的股王 先不要管他涨多少 只要会涨 他就会把价格给拉开 有还是没有 四根涨停板 加三根变七根 我说我有两档股票 哎哟 可能要观察一下 因为来不及去买他 他过完年之后 直接就跳空了 其中第一档我跟你说 你要小心一点 泰福说不定是这一次 你看 这里面的所有的那个 里面相关的东西里面 只有泰福的贺癌品 是放在十大药品的刷售额 没有志情 但是这个为什么他那么熟 当初好顶挑战的 也是同样的东西 所以你各位看到没有 不要忘记 他们两个其实是同一家公司 同一个老板出的钱 我已经在碍事一些事了 你自己看着办了 请那投资朋友 对不对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生技股来真来来假的 所以你跟你讲 我很有勇气 你什么叫勇气 抱虎平和不叫勇气 股票冲到高点 我们追上去 结果隔天有涨停满 后来一天掉下来 这不叫勇气 股票涨上去之后 叫会员朋友全力去把它抬上去 我也做得到 只是我不愿意这么做 有的老师节目很好看 每天 某一支股票今天挤上去涨停满 隔天你看 从涨停满一路开后 一路开了就下来 叫会员挤上去 会员挤上去 他家里卖给谁 卖给谁 你告诉我 卖给你吗 你看一下 我常常讲个笑话说 真的要送你股票的时候 真的要请你上车的时候 你就不要 来 没关系 没关系 这支不要啦 不要买啦 你不要买嘛 来啦 爱譜较好啦 我跟你说 我跟你揪啦 同志较好啦 你看啦 对不对 这都较好嘛 3661的四星哥 这个比较好啦 黄老师最笨的下车了 这个比较好啦 4968利基这个比较好啦 是这个人在帮你喊好啦 33块 200块在帮你喊好啦 400块都帮你喊好啦 他们喊好的是希望你去买是不是 我常常讲说股票市场里面 你一定要知道什么东西要上去 什么都要下来 好 那刚才你说老师 那这些股票为什么你敢给他说 还包含2454的联发科 好啦 为什么别人说 啊啦 联发科可以涨到多少 外资票还要喊到1400 1500是不是 我说很难啦 老师我也是 你这么敢讲 我说很简单嘛 联发科要多赚点钱 是不是要他帮他做 他如果做不出来 你叫联发科怎么赚 IC设计假如他做不出来了 他可以讲说 我就真的做不出来了嘛 你要我怎么办 我就一批牛 你把他打到快死掉啦 累得要死啦 如果他做不出来你怎么办 所以有的人在喊IC设计 现在还有多少的空间 我说我有点怕呀 会上车也要会下车嘛 对啊 他的工厂闲闲的 你说我今年 今年说我要改做电动车 我工厂闲闲的 那随时随地有上车 我说我同意哦 你又要长期投资我同意哦 但是你要想到一件事 他做不出来的时候 你跟他讲什么 我还宁可你去投资这个 长期投资嘛 说2201 工厂闲在那边啊 那还有很多工厂闲在那边啊 不要忘记啊 只有台湾没有新冠肺炎 我们新药类股是持续在进行当中啊 别人现在都失败了 很多像辉瑞像这个焦生 全部都跑去做疫苗 那个新药是每一天都要记录 那个药品的变化 你才能够送神耶 现在很多人都直接放弃 包含AZ疫苗那些公司是放弃的 所以他们卖我们疫苗 我们卖他新药啊 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啊 这个时候比较好考 为什么 因为以前可能有五个人考试去 投资同一个药物 例如说贺癌萍 现在呢没有了 只剩有泰福来了啊 然后泰福就通过了嘛 我们以前考分析师 不是也是这样吗 后来没有 现在去考分析师 简单的不得了 随便考就考上了 没有人要考了 这样听不听得懂 欢迎各位 就在这里低档啦 你不要说 你不要说老师 低档的你不要 我要去追泰福 那我不反对 我不反对 你比较勇敢 但是我待会会有朋友 一定要非常稳定的来操作 把涨停 涨停 再涨停 而且布局再低档 欢迎各位 想尽办法跟上知道 资金怎么去移转 避凶趋吉的财富指挥官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新药谷等您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周周勤努力 周周拼价差 业绩股 题材股 人气股 涨停涨停 再涨停 运达投顾黄老师 九大标五要领 专挑起掌 第一支涨停板 分半会里 待进待出 短线保固长线 周周拼价差 专线02 2781 0909 2781 0909 市场唯一 生计加科技专家 流水理论 超越市场 趋势大师黄老师 当冲阵中 时间密码 当冲加波段 双向获利 刷在线02 2781 0909 2781 0909 周周勤勇力 周周拼价差 业绩股 题材股 人气股